講開東頭巡教所 有一點鬼故都可以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記得我朋友 在裏面專帶工人去維修 我朋友有個同事陰陽眼 這件事我朋友之後才知道 因為一向大男人好人好者 你說什麼鬼故 不如說溝女、打機、打球 賭球、賭馬好歌 你說鬼故 有女兒才說鬼故 沒有女兒說漆 大家怕完之後 難道他攬大腿嗎? 很少說鬼故 有一天陰天下著蓉蓉世宇 先說一下佈局 東頭懲教所的佈局 不然大家就不太清醒 很簡單 佈局有分舊易大樓和新易大樓 兩座 整個監獄 比小環頭 不會太宏偉 這個故事發生在新易大樓 通常一個懲教署的職員 帶外來的工人進入監獄裡維修 職責是什麼呢? 就是工人進來開工的時候 就會核對他的身份 放在一塊木板上面 有格數、CM格數 逐格逐格數 一支螺絲批 兩支士巴拿 如此類推 所有事情都點算清楚 拍照做紀錄 因為他很害怕 在帶工人出入的途中 如果一些工具 甚至西礁螺絲不見了 就會怕可能有牽連大波 可能螺絲的犯人會拿去自殺 可能會拿去襲擊人 怎麼知道呢? 一粒黃豆丟死人 在裡面整群男生 經常打架的 尤其是有賭波、有煙數 每個月尾都會打大架的 怎麼知道人家有什麼可以演繹 正所謂大家都知道 全香港紋身最出名的那個 都是在監獄裡拿著電鬚跑 拆個馬達出來 刺字 那些源自不不心去學紋身 都在聞到世界冠軍 那你一粒螺絲 嘩! 看有天這麼大的裡面 似乎是保安 人命安危 所以都很重要的 還有另一個職責就是 保護這些工人出入院所 免得去途中 被人襲擊 又可能他們裡面有朋友 拖東西進去 拖東西進去 即是術語 即是帶東西進去 偷偷地 所以都深呼重音的 但可能進去 可能都是 這盞燈壞了就換了 站在那裡監視著它 而且在懲教署的院所裡面 每一道閘都要鎖匙 這些中班職員 一個人就會拿到很多 去沿路經過的地方的鎖匙 閘閘開閘閘鎖 開閘閘鎖 開一山一開一鎖一 一直從門深鎖 進去維修 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 一個融融細雨的陰天 一個下午 我朋友就帶著一個工人 進去新翼大樓 一樓 是一些監倉 監倉就是犯人睡覺的地方 進去看著工人 工人只是去到那班 都熟的 你去弄吧 沒有東西的 那個倉就清掉了 沒有人的 什麼都沒有 有油油 鎖住他 朋友就走去職員廁所 去柯毒療 那個廁所很有趣 這個廁所 只有一個尿兜和一個刺隔 尿兜 洗手盆和刺隔 從右到左 刺隔在左邊 只有一個很小的窗 所有監獄的窗 都有一個標準 很小的 長方形 可能你只是剛剛好 救生的手臂出去 就沒有了 很窄的 還有呢 你不要想著 幻想 在監獄裏面 有私隱 所以 就算你 柯屎柯尿 人家也看到的 所以他的屎坑 和射手盆中間 是得幅很矮的專長 基本上 只要到達腰 就是 你坐在這裏 人家也看到 那好吧 我朋友進去 柯尿 在右手邊 那個尿兜 那個屎址在左邊 柯尿的時候 在想 他剛剛看見一些東西 就看到有個人 站在屎址上面 搖一下搖一下搖一下 從腳趾弄在頭頂上 就打回滾賓州 是不是 嘩 突然之間 因為那些人都出了倉 都鎖了 是不應該有人的 他柯柯尿的時候 才看到 在側面中下下 嘩 你都假裝看不到 當然 那當然 開始自己 柯尼哥 出口哨 懶若無其事 一來你都知道 俗語都說 那些鬼看著你 你千萬不要讓他知道 你知道他看著你 如果你一看著他 他就會看著你 這個鬼故又可以有 這些事情又有另一個鬼故說 遲些再說 我不想撤得太遠了 好了 他就說 柯尿打完尿陣 很長的尿陣 之後 他又要 搞定就出去了 衝回去 跟我師傅 一起 全程 都不敢再提了 但他自己心中有數 親眼見到 當然沒有正視 因為我朋友 很有趣的 他的面相 很有煞氣 就是那些 你當他 是那些很豪邁 很man的男人的樣子 面方方 高高大大 但他的眉很粗 嘩 那 他眉粗有什麼勁呢 剛好我有朋友 就玩神打 曾經跟這個朋友 用他的面相 那麼就 約摩 說了一下 他就說 你呢 一輩子都不會 見到鬼 但並不代表 你真的見不到 因為他說他和眉粗 就是屬於神打裡面 第二級最厲害的眉 的眉 那我很好奇問另一個神打的朋友 那什麼 才是第一位 他說第一位 原來是佛眉 之後佛眉 才可以 至於到 張飛眉 即是他們一級一級 分下去 我忘記了 太多了 就是這樣說 他只可以 眼尾熟到 或者打爛陣 正面永遠見不到 因為他太重殺氣 當然啦 不重殺氣 又不做懲教 又不做協力部隊 是不是 一路去心打掃 還有呢 我神打朋友說了一些 我自己也有感覺過的 就是 你覺不覺 有時候 不要說什麼 你走過旺角街邊 或者一些 煩囂的鬧事 突然之間走過那些喉行 你會打個懶陣 他就說 就是這些了 即是有些人 沒有開眼 就一定見不到 但是眼尾永遠都會受到 或者他的磁場 感覺到會打爛陣 就是這一類的 我朋友就是這一類的 他一路回到去到 同一個工人 一對一 陰天 那裡面的光管都不是很光 他一路坐在那裡 坐了一個多小時 看著工人在那裡維修 一路都打爛陣 哇 糟糕 除非我有絕症 或者有重病 要不然都沒有理由 打尿陣 打一個多小時 打尿都窩了 一路一路 掃手指 但沒辦法 盡忠職守 一日未夠 一日都不去帶工人走 那你也有理由 你有沒有 跟同事交代 有沒有留意了工人 做些下班 人家都要賺錢 有一支 入得來門口 數得假餐 一出一入 從門深鎖 雜雜清 又要隔開些犯人 其實他們每天 可能下午都是做兩個小時的工作 而已 那要下班了 聽到好像挺好 我都覺得挺好 我都上路 但不認識人 很如是者 完成了你的工程 帶了他走 一回去 他們中班 叫做工程組 的寫字樓 他就 在那裡分享一下 跟另一個 比較好談的同事 他的同事就開始跟他說 蛤? 新譯啊? 哦 是不是一樓對出 因為新譯、舊譯中間是通的 那麼 你會見到中間 可能會有個 天台仔 會通他的舊譯 他就說 哦 那個廁所是不是對著那個天台仔啊? 他就說 是呀是呀 老闆好害怕啊 哇 大家要鎮一個九個小時 還沒人試過 這麼大個仔 那他就在那裡吵 然後說一下 之後 那同事先跟他說 我的陰陽眼 你記不記得啊? 哦 好像是呀是呀 你有說過 那怎麼辦 他就說 其實呢 他一直都見到的 但是 沒有人問又不說起 他說那個天台仔呢 每逢下雨啊 他都見到那個女人呢 站在那裡 一時站在那裡 一時蹲 就在那個天台仔裡 附會的 但是他當然當然不會跟別人說 他沒有理由這樣跟別人說的嘛 喂 你說 監防機見到那個女鬼啊 那些反之人到啊 晚上 每個人 很像人家的射擊訓練 站在窗口 看著 天桌打飛機 每個人都想自己有陰陽眼的 到時候 你都知道 這些東西在裡面幾何求的 這些東西 聽完之後 我的同事說 嘩 為什麼老美你不敢說 為什麼跟你說 我又不敢問 你又不敢問 你問我我當然是說的 你又不問 你一問我我就說 你又出去不敢講啊 那樣 從此之後 那個朋友就永遠去開新役 都很緊張 因為始終日光日白 但是呢 很有趣的 你看出去 監防第一件很恐怖的 就是 平時的監瘡 坐滿人 你就會覺得 沒什麼 很熱鬧鬧 一個瘡三十幾人 但是呢 他們每天出了瘡 去其數做事 因為他們要打工 賺食 買零食買煙仔 那 清光之後呢 其實那些監瘡 就很陰森 因為陰森呢 因為你想想 長年累月 窗口的數目不多 但是窗口很窄 很細 陽光很少射進來 還有永遠那些呢 都是幾十年前 六七十年前的建築呢 全部鋪在石屎 鋪在城 是很陰涼的 就算外面三十幾度 進去都很陰涼的 那些地方 很大那種陰氣的 所以我那時候問過朋友 你經不經撞鬼 經常翻夜 知道懲教的 懲教的夜間出了名的 是所有紀律部隊最厲害最厲害的 就是懲教處的夜間 就折磨人到不得了的地步 基本上 一個職員 基本上最少 看四個艙 什麼是四個艙 十五分鐘之內 要循循四個艙 督中 證明自己有去過 每個艙都要停留 看一看 有沒有人自殺 吊頸 打飛機 不睡覺 曬浪 曬浪 即是拿下底衣褲出來 因為他們的衣褲都很骯髒的 又可以說多一點點 為何那些底衣褲要自己洗這麼骯髒 不是有洗衣在裡面 哎呀 坐牢 有人的地方 就很黑暗的 你知道原來洗衣服嗎 為何要自己洗底褲 因為 洗衣服首先去到 其實呢 講就講不用錢 但你另外要自己跌的 要跌給那些洗衣服 要不然人家怎會和他洗底褲 清水入清水出的 有些不用的 直接給你 要給煙的 即是另外自己買的 這些服務 這些呢 你之前看那個 高登仔那套電影 也有說 那個名字不開 大家都知道了 男神拍的 那時候的男神 現在就不知道了 都很久沒看到了 也有詳細講解他 如何在監獄裡面的洗衣期 運用他的錢財的功力 令到自己的風山水 在裡面掌權 挺有趣的 裡面也帶出了很多 涉及洗衣服 洗底褲 那些 那些交際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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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交際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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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看有沒有人自殺 有沒有人死 有沒有人打飛機 不肯睡 之後呢 隨時阿sir 就要殺到 又要簽理保 還有坐牢 那些人都說自己是精神病 那精神病呢 每一個精神病的犯人 就會有一本M.O.保 黃色保皮的 就要去巡艙的時候 每個15分鐘 就要檢查他有沒有黏了線 沒有自殺 扯自己出來當波子玩 這真的有發生過 之後再說 不說那麼遠 就簽了本M.O.保 證明他是健在 這些無形的壓力 都是瘋狂的 整晚個人 好像波子一樣 在一幢大廈 撞下去撞下去 所以就問一下他 他其實怕不怕有鬼 那麼陰森 他說 他說要害怕有鬼 他說要搞到家裡 就變成全家居 每個人過入都來 都是逐漢犯科的 不要說罪名大與小 總之就不是一般市民 雖然很多市民都坐牢 但是不同身份 又不同的角色定位 不同的說話 或者不同的示範模式 他說去全家居 那就去全家居 可能我們正常覺得 坐牢 都不一定是全家居 但是他們會這樣 為什麼 自己安慰自己 裡面要搞一搞他們 搞我 我回來 都是打工 看著他們 不要讓他們死 都叫做好事 對不對